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倍推经济 CIA局长称俄乌战争教训中国 掂量对台动物 罕见奇观周山雪色天空异象吓人 接下来我们看今天的报道内容 法律学者同志委公开叫板习近平 上海清零设三大违法 综合媒体报道 上海华东政法大学宪法学教授同志委表示 上海新冠病毒防疫的其中两项措施 引起非常严重事态 市民反应很强烈 很可能造成某种法治灾难 本身是著名宪法学者的同志委 在网上发文 指当地街道办派出所 强制将市民送往方舱隔离 是非法 应该立即停止 因为紧急状态是一种法律状态 必须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 依宪法宣布才出现或存在 绝对不是任何机构或官员随意认定和信口开河宣告 同志委这项意见 对上海新冠防疫两措施的法律意见 以条列方式陈述上海封城期间发生的种种违反中国法律的行径 并引用相关法条 一一指尘违法之处 这项意见列出三大项要点 一是对居民使用强制手段送方舱隔离的任何做法 都是非法的 应立即停止 二是上海市任何机构无权强行要求市民交出住宅钥匙 并进入市民住宅消毒杀菌 三是上海市委市政府若认为出现了紧急状态 可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或国务院根据宪法采取相应措施 而病毒毒性不大 危害不大 应防止防疫过度 防止严重得不偿失 意见中提到 紧急状态是一种法律状态 必须经有权机构依宪法宣布才出现或存在 绝对不是任何机构或官员可以随意认定和信口开河宣告的 除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外 没有任何组织和官员有权决定或宣布 上海全市或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 这项意见直指 现实情况是 上海市或市内任何地区都没有依法进入紧急状态 因此根据中国宪法 目前上海市任何组织官员决定和宣称 全市或某地现在处于紧急状态 那一定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虚假的 意见更表示 一切组织和个人对谎称紧急状态之说法的非法性 都应予以揭露抵制 意见最后说 当前上海的疫情不容乐观 在这种情况下 上海如何在科学防疫 民主防疫方面向全国做出表率 是上海各级领导和市民的责任和使命 好 接下来我们看同志委的原文 对上海新冠防疫量措施的法律意见 已披露的上海官方人员 与相关居民的对话视频音频显示 上海新冠病毒防疫采取的两项措施 引起事态非常严重 在市民中反应也很强烈 很可能造成某种法治灾难 特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以为各方处事的参考 一对居民使用强制手段 强制送方舱隔离的任何做法都是非法的 应立即停止 本市某区某街道办事处派出所人员 与居民对话视频显示 有关官员强硬声称 同楼层密接人员一律送方舱隔离 不服从就使用强制手段实施强制 有关官员声称 这是全市统一部署 实施强制的依据是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0条中第一项的规定 实际上这些官员的说法明显误解 乃至故意曲解了法律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0条规定的第一项 不可能成为支持他们强制行为的法律依据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0条相关规定的原文是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处警告或200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 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 一、拒不执行人民政府在紧急状态情况下 依法发布的决定命令的 为什么说以上规定不可能成为支持 街道办事处派出所人员强制行为的法律依据呢 对于稍微有点社会主义法律意识的人来说 这个道理非常简单 一、紧急状态是一种法律状态 必须经有全机关依宪法宣布才出现或存在 绝对不是任何机构或官员可以随意认定和信口开合宣告的 我国宪法第67条第21款规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全国或个别省自治区直辖市进入紧急状态 我国宪法第89条第16款规定 国务院依照法律规定决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范围内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 除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外 我国没有任何组织和官员有权决定和宣布 上海市或上海市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 二、现实情况是 上海市或上海市任何地区都没有依法进入紧急状态 因而国务院和上海市各级地方人民政府 不可能依法发布在紧急状态情况下 才能发布的命令决定 也确实没有发布在紧急状态下 才能发表的相关决定命令 三、即时考虑到传染病防治法第39条的规定 有关机关也无权使用强制手段 强制送居民到方舱隔离 该条第一款规定 医疗机构发现甲类传染病时 应当及时采取下列措施 一、对病人病原携带者予以隔离治疗 隔离期限根据医学检查结果确定 二、对疑似病人确诊前在指定场所单独隔离治疗 三、对医疗机构内的病人 病原携带者、疑似病人的密切接触者 在指定场所进行医学观察和采取其他必要的预防措施 该条第二款规定 拒绝隔离治疗或者隔离期未满 擅自脱离隔离治疗的 可以由公安机关协助医疗机构 采取强制隔离治疗措施 第二款中的强制措施是指强制隔离治疗措施 显然只是针对前款第一项和第二项中所提到的病人 病原携带者和疑似病人 而不包括第三项的密切接触者 更不会包括其他居民 结论 一、依据宪法 在目前上海市任何组织官员决定和宣称 上海市或上海市某地现在处于紧急状态 那一定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虚假的 其组织和个人对谎称紧急状态之说法的非法性 都应予以揭露抵制 二、上海市任何组织或官员声称 根据人民政府发布的在紧急状态情况下 才能发布的决定命令 有权使用强制手段 强制送市民到方舱隔离的说法或做法 都是非法无效的 三、上海市任何组织或官员 用强制手段强行把除病人病原携带者 疑似病人以外的任何居民 送方舱隔离的做法 都构成对相关公民人身权利的非法侵犯 应该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四、上海市各籍各类公共机关都有责任 有义务立即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 制止使用强制手段 强行把除病人病原携带者 疑似病人以外的任何居民 送方舱隔离的做法 保障市民合法的人身权利与自由 五、人身权利与自由受到威胁的任何市民 有权要求执行强制命令的工作人员 出示人民政府概章发布的决定 命令的纸面文本或国家机关网站文本 六、已经受到人身权利被侵犯的任何市民 在事后有权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以得到法律保护和补救 二、上海市任何机构 无权强行要求市民交出住宅钥匙 并进入市民住宅消杀 录音音频显示 本市洪口区有关官员 强制要求非洪路居民交出住宅钥匙离家 并声称要入户进行病毒消杀 态度非常强硬 这种做法在上海恐怕已经不是个别情况 相关法律的规定 我国宪法第39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 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 我国没有任何法律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 让居民向公务人员交出住宅钥匙后离家 让后者进入居民住宅进行病毒消杀 结论 一、上海有关官员强制要求居民交出住宅钥匙 由他们派人入户消杀 这是非法侵入公民住宅的行为 二、上海市各级各类公共机关都有责任 有义务立即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 制止强制要求居民交出住宅钥匙 由公共机关派员入户消杀的做法 三、传染病防治法关于消毒的规定 不会也确实没有授权任何组织和个人 强行获取居民住宅钥匙 进入居民家中消毒 三、上海市委市政府若认为出现了紧急状态 可提醒全国人大常委会或国务院 根据宪法采取相应措施 病毒毒性不强危害不大 应防止防疫过多 防止严重得补偿失 上海市委市政府若认为出现了紧急状态 可提请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紧急会议 并通过人大常委会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或国务院 按宪法规定宣布上海市或其中某些区域处于紧急状态 然后制定系统的工作方案 新冠防疫要与保障市民权利自由兼顾 各级国家机关和官员应严格依宪法法律办事 不可为办事方便 违反法治原则 破坏法治 新中国以来 上海从来就是以开明法治繁荣 著称于全国乃至世界 倡导多年的上海十六字精神 即海纳百川追求卓越 开明睿智 大气千和 已成为广大市民的骄傲 当前 我国防疫形势依然严峻 上海的情况不容乐观 在这种情况下 上海如何在科学防疫 民主防疫方面向全国做出表率 是上海各级领导和市民的责任和使命 专辞提出如上法律意见 请各位深思 作者为上海居民 广东财经大学特聘教授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本文形成过程中 华东政法大学 复旦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社科院 华南理工大学 武汉大学 湖北大学 北京大学等教育学术机构的 总共20余位教授 表达了意见 复旦大学 桑玉成教授 提出了重要修改意见 好 接下来我们关注 中国疫情方面的最新消息 中国多地再报全员检测 江西宜春 一立封城 据法广报道 上个月才宣布 社会面清零的吉林市 官方表示 明天起又将展开全员核酸检测 而上海金山凤贤两区 也从今天开始核酸筛查 当前中国多地正在进入反复筛 筛不停的防疫情况 中国官方消息 没有提及中国多地疫情感染细节情况 据中央社今天的报道称 中国吉林省吉林市8号起 展开全员核酸检测 从社交平台微博上 以关键字全员核酸筛查 或静态管理等搜索 可以看到央视新闻等不少媒体发布 有关近7个地核酸筛查的消息 吉林省吉林市新冠疫情防控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今天发布 9号6点到10号6点 在城区范围内停止一切 非必要人员流动 实行静态管理 进行核酸采样 理由是为巩固疫情社会面清零成果 有效保障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恢复 吉林市曾在4月8号宣布达到社会面清零 28号起有序恢复城区生活秩序 另外上海市金山区是全市最早在4月20号宣布达到社会面清零的行政区 但金山和凤贤区却在7号先后发布通知 至8号9号连续两天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两次全员核酸筛查 期间实行全域静态管理 据中国官方消息说 在江西省有500万常住人口的宜春市 成为一例封城的最新例子 中央社说 在河北省唐山市乐亭县县人口约45万 及千溪县人口约36万 保定卓州市人口约66万 邯郸市城安县人口约40万等多处 也都在8号展开全员核酸检测 有的理由居然是巩固来之不易的防疫成果 好我们继续下面的报道 习近平玩两手昂贵清零加加倍推经济 据法管报道 中国显示加大对经济支持力度 力图改善因为严格执行清零政策 对经济带来的损害 法新社观察到中国对经济给予善意承诺 但对清零不妥协 为了恢复由清零导致的限制增长 中国对经济活动的支持姿态成倍增加 但不推翻昂贵的反病毒清零战略 据法新社今天的报道称 受到增长乏力的威胁 中国政府在4月底向强大的数字公司 发出了一个令人放心的信号 而自从该行业在2020年底被突然监管以来 这些大公司都受到了打击 为了支持经济 北京还提出了一项重大的建设计划 尽管这有可能使无用的项目成倍增加 并增加各级债务 但是中国的清零政策 即一旦出现病例 就反复遏制禁风和筛查人群 尽管经济成本很高 但习近平坚持认为应该继续下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星期四 对中共高官的会议说 坚持不懈的努力将带来抗击病毒的胜利 习近平在4月初已经就发表过这样的言论 当时上海刚刚被限制住 面临着自2019年底开始的 全国最严重的病毒爆发记录 中国的经济资本仍然与世界隔绝 这对中国的增长也产生了严重影响 3月深圳南部的科技大都市已经被短暂封城 而中国的东北部工业的摇篮和粮仓 被禁闭了近两个月 这些措施危及北京在政治上敏感的一年里 必须实现5.5%的增长目标 而且这一年习近平应被重新任命为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领导人 许多经济学家怀疑中国能否实现其目标 这将标志着中国自1990年以来最缓慢的增长 除了2020年 继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的初十年 法新社引述野村银行的分析师本周指出 目前Omicron病毒变体的肆虐和清零政策 是经济活动的主要障碍 但为了缓解经济压力 中国政府为经济部门提供了一个喘息机会 政府还宣布了一系列未量化的基础设施投资 据香港金融界重量级人物恒生银行的经济学家说 但是北京没有太多的回旋余地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中国的基础设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特别是在2000年代末 为了重振被全球金融危机削弱的中国经济时 中国就采用了这一所谓的灵丹妙药 中国在有时无用的项目上投资了4万亿人民币 是中国债务膨胀 据澳新银行的分析师刑赵鹏认为 这是中国政府这次应该避免的事情 据法新社说 面对增长放缓 中国政府还打算通过财政措施和减税 来支持中小企业和自营职业的企业家 这是中国政府的主要就业来源 政府也正在考虑为失业的移民工人提供支持 但野村警告说 这些措施可能不会产生预期的效果 因为清零等限制大大的惩罚了物流和人口流动 并最终影响经济活动 在防疫健康方面 虽然一些城市倾向于普及每48小时一次的免费检查 但野村表示 这一措施被证明是一个错误的好主意 该银行的经济学家认为 尽早发现阳性病例 以避免经济上的封锁的策略造成非常高的成本 但不会阻止病毒的流通 反而因此会有新的封锁与限制 据家富龙州的分析师 Ener Cui强调说 尤其应当以为关注的是这些限制会持久的破坏经济动力 CIA局局长称俄乌战争教训中国 颠量对台动物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称 中国正在密切关注俄乌冲突 而这将影响到中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考量计算 据德国之声中文网报道 美国中情局CIA局长伯恩斯 周六五月七号在金融时报在华盛顿举办的一场活动中表示 乌克兰对俄罗斯入侵的激烈抵抗 以及俄罗斯为此承受的经济代价之大 让中国政府感到震惊 我想中国领导人正在十分仔细的观察这一切 考虑任何试图以武力获取对台湾控制的代价和后果 他认为中国领导人尤其对跨大西洋联盟空前团结 对俄罗斯采取经济制裁 作为对其侵略行为的反应感到意外 但他警告说 这不会让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对台湾的终极目标发生改变 我丝毫不认为这削弱了习近平从长期上获得对台湾控制权的决心 他说 不过我想这会对他们就如何以及何时采取行动的得失计算产生影响 中国政府迄今拒绝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 并反对西方对莫斯科实施制裁 在战争爆发前数周 中俄领导人宣誓两国战略合作没有止境和上限 近年来中俄两国在能源和安全方面建立了更紧密的联系 以对抗美国和西方 尽管如此 伯恩斯指出 美国认为中国不愿因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野蛮军事行动联系在一起 而使自己在国际声誉上受损 我想过去10到11个星期里 普京的俄罗斯在乌克兰经历的苦涩教训是 友谊并不是全无上限的 不过他承认中国最终得出何种结论 仍然是一个问号 好我们继续下面的报道 罕见奇观 周山雪色天空意向吓人 综合媒体报道 据中国吉木新闻称 中国当地时间昨天5月7号晚间8点左右 浙江周山普陀区海域出现了红色天空 罕见奇观让周山天空冲上微博热搜 一晚过去经专家气象局的解析和当地媒体的调查后 真相竟与秋刀鱼有关 跌破众人眼镜 据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空间物理研究团队一位专家表示 据太阳和地磁活动观测记录显示 7号地磁活动整体瓶颈 太阳活动也无明显异常 基本上可以排除因地磁或太阳活动导致此现象 当天周山天气为阴转雨有雾低层大气十度大 当天气象局发布大雾黄色预警只能进度小于500公尺 再加上远洋渔船灯光微红色 红色波长较强且穿透力强 同时在大气中液体微低的散射作用下 会将红光散射到较远范围 于是呈现出天空一片异常红光现象 周山气象局工作人员回应 天空呈现红色是属于光的折射和散射 当天气象条件较好 大气中水分较多形成气溶胶 而港口的船舶灯光正好提供了光源 据周山当地媒体报道 事发位置正好是周鱼公司的码头 码头当时停着一艘捕捞秋刀鱼的远洋船 红色灯光是秋刀鱼船的灯光 中国网友说这个颜色怪吓人的 也有人笑说这个时候生的孩子可以吹一辈子 还有网友说刚刚问了我爸 他们公司的远洋轮的灯罩的射到冷冻秋刀鱼上了 远洋轮泊在公司码头那 海面上有水汽嘛 才不是什么不祥之兆 都是秋刀鱼惹的祸